救命药大幅降价 进医保 医保陌路内的一些短板 逐渐都补齐了 用药的选择都得到了丰富 整个群体都打过了 国家没有放弃我们这样的小群体 并有所医 更有保障 每天吃这个靶香药 丁肌复查 现在工作的挺好的 维防藏学 藏学和小朋友一起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你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破解群众用药难 用药贵的问题 是医保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近年来 国家医保目录年龄上新 不少曾经的天价药变成了清明价 罕见病等群体的用药短板 也正在逐渐步齐 越来越多罕见病人 用得上药 看得起病 众多常见病 慢性病患者的用药负担 也大幅度的减轻 今天我们就来看几个故事 走 走 走 好 很好 使劲 挺住 突破了极限 加油 2月21号 对于5岁的小石头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这一天 他第一次站立超过了40秒 6个月之前法语都很正常 像抬头啊 翻身啊 坐啊都没有问题 但是在8个月左右的时候 我发现他的腿在躺着的时候就不会动了 然后坐也坐不住了 着急的父母四处求医 2018年11月 10个月的小石头被确诊 患上了脊髓性肌萎缩症 脊髓性肌萎缩症 在新生儿人群中的发病率约为万分之一 是一种高致死率和高致残率的罕见病 幸运的是 相比于很多的罕见病无药可治 小石头的病有针对性靶向治疗药物 诺西纳生纳 2019年 诺西纳生纳在中国上市了 每针的价格高达近70万元 年治疗费用在百万以上 并且需要终身用药 绝大多数家庭都无力承担 我拿不出钱来给他打这个针 就很内疚 很很 就我救不了我自己的孩子 用不起药 爸爸就每天给小石头做康复训练 2021年初 诺西纳生纳价格调整 通过慈善赠药等方式 年治疗费用降到了55万元 在拿出所有积蓄后 小石头爸爸交上了第一年的钱 交上钱之后的那一刻 我当时蹲在医院的那个收费大厅门口 就我不知道明年的55万在哪里 后年的55万在哪里 如果明年交不上这个钱的话 那我的儿子怎么办 未来怎么办 怎么用上原本用不起的救命新药 不仅是小石头 也是很多患者的困扰 这样的状况 从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后 有了明显变化 从这年开始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每年一条 以医保报销作为资格条件 通过谈判 促使药品 特别是药价高 疗效好的新药 降价进入医保 医保其实我们一直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 2021年经过八轮医保谈判 诺西纳生纳最终以每针3.3万元的价格 进入医保 报销后 患者的年治疗费用不超过10万元 整个群里就炸锅了 SMA是一个罕见病的群体 很小的一部分人 但实际上 它也是一个个的鲜活的个体 背后有一个个的家庭 然后国家没有忘记 没有放弃我们这样的小群体 入来啊 对啊 非常好 正常用药后 小石头的状况越来越好 好 爸 爸爸欣喜地记录下了一个个变化 哇 真的做好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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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石头 你刚才在座的时候 你是不是特别累啊 我就想站起来 上学和小朋友一起玩 一年来像小石头一样 全国已经有2812名脊髓性肌萎缩症患者 在治疗上得到了极大改善 2023年1月 另一种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全球新药利斯扑兰 也通过谈判大幅降价 进入国家医保目录 脊髓性肌萎缩症病患者 从有药可用变成有药可选 总书记指出 我们建立全民医保制度的根本目的 就是要解除全体人民疾病治疗的后顾之忧 原来缺习一些肿瘤的靶向药 然后一些罕见病毒用药 然后一些慢性病毒用药 医保陌路内的一些短板 逐渐都补齐了 我们整体全类别 各种病人 他们的用药的选择都得到了丰富 让我们通过数据来看一下 这五年国家医保目录内药品的主要变化 一方面药品从无到有 数据显示 618个药品新增进入目录填补空白 涵盖肿瘤 罕见病慢性病等目录内 全部31个药品类别 另一方面价格从高到低 其中341个药品通过谈判 从天价药走到亲民价 价格平均降幅超50% 进口药品基本都给出了全球最低价 医保目录不断上新 在新药和药价上发力 同时很多临床用量大 花费金额高 群众负担重的常用老药 也在大幅降价 2月21号在河南省肿瘤医院 来自河南周口西华县的杜珊珊 正在做定期复查 我是在2015年的6月18号确诊呢 当时确诊这个白血病的 然后现在已经八年了嘛 然后就是每天吃这个靶香药啊 然后定期复查 现在控制的挺好的 杜珊珊说八年白血病 她还能正常生活的关键在于用药有保障 2015年27岁的她是一名舞蹈老师 确诊白血病的那一刻 她一度陷入绝望 当时说白血病 就感觉到和电视上演的那种 花很多钱 大多都是人在两空的那种 当时真的很绝望 也很无助 很快医生告诉杜珊珊 她患上的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简称慢粒 而慢粒早已经不是无药可用 相应的靶相药物 伊玛蒂尼已经让这个病变成慢性病 伊玛蒂尼它是这个病变成了可治可控 但是它需要长期的服用 那么最初的这个伊玛蒂尼格列胃 一个月需要两万四 伊玛蒂尼片原研药格列胃价格昂贵 所幸的是 2013年杜珊珊所在的河南省 已经把它纳入地方医保 但经过报销后 每年个人还需要负担一万四千元左右 加上平时还要花钱复查 对于杜珊珊和众多慢粒患者家庭来说 药费成了不小的负担 我妈听说去新疆石棉花一斤能两块钱 两个多月就是挣了五千块钱 妈说能给珊珊买药了 我妈当时走之前有110斤左右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很黑很瘦 就是八十多斤 杜珊珊一家的负担在2018年年底 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出台后迎来了转机 针对临床用量大 花费金额高 群众负担重的常用老药 如果已经有多家企业生产 形成竞争 国家组织采购联盟带量采购以量换价 我们把全国公立医院的采购量汇集起来 那作为一个整体 那作为一个标的 由企业来自愿的来报价 公平的竞争 企业呢不需要通过营销公关 直接带量进医院 那医院和企业签订采购合同 确保众权产品的使用 2019年第一次全国范围的药品集采中 杜珊珊吃的伊玛蒂尼就被纳入其中 两款国产仿制药中标 每盒价格降到了600元左右 经医保报销后 个人年负担费用也降到3000元左右 负担减轻了不少 用药有保障 身体越来越好 更让她高兴的是 2021年底 国家集采到期后 河南广东等13省联合开展了 接续带量采购 这次伊玛蒂尼有四个厂家的药品入围 价格进一步降低 其中最低的一个厂家 每盒降到了288元 叠加报销 杜珊珊现在每月只要负担100多块钱 负担更小了 现在我们的国家政策那么好 然后我们吃药都能够稳定这样的生活 这里马上奔着生活有希望 然后有一个宝宝呀 能像就正常人一样生活 伊玛蒂尼只是带量采购的一种药品 我们还是通过一组数据来看这五年带量采购带来的变化 国家层面推进七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涉及294种药品 涵盖了肿瘤 高血压 糖尿病 乙肝等70%的常用药 通过带量采购呈现出了一降一升 一方面药品价格降 中选产品平均降价超50% 累计节约总费用3700亿元 大幅降低了群众和医保基金费用负担 另一方面 用药质量升 集采品种中 使用高质量药品的患者比例 从50%提高至90%以上 老药更便宜 新药更多 众多患者从中获益 五年来 国家医保药品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上新的速度 和新药进医保的速度 正在同频联动 而这样的同频联动 又会给药品的提供方 也就是医药企业 带来什么变化呢 非常清楚 接下来我们研发的重点 就是对于其他的种能上 我们要想办法进一步进行拓展 这家企业的产品 抗癌新药PD-1抑制剂 信迪利丹抗 属于国家重大新药创制 科技重大专项支持品种 也是医保目录内 第一个PD-1抑制剂 2019年3月上市后 当年年底就进入了国家目录 虽然经过谈判降价64% 但进医保后快速放量 随后的2020年 2021年销售额 快速增长到22亿和30亿元以上 市场的快速回报 极大激励的企业 对创新研发的投入 这样药企可以真正的实现 是说在惠民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快速的移加换量的 这样的一个上量 其实真正实现了 我们这个从投入回报 再投入的这样的一个 良性循环当中 2022年6月 这款抗癌药物的 两个新的适应症获批 半年后再次进入了 新的医保目录 一方面对新药 医保目录迅速上新 创新性成为医保定价的 主要考量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对老药 带量采购承诺用量 药品带金销售的空间 持续被压缩 倒逼医药企业要靠质量 换市场 在医保指挥棒下 广大参保群众受益的同时 越来越多的医药企业 走上重创新 重质量的新路 最近五年 中国本土的药品的 研发的投入的 铺合增长率是23% 而同期全球平均的数 是多少呢 是8% 就大约是全球的 增长率的三倍了 制药企业也会在 政策的影响下 迎来创新驱动的 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局面 助力我们健康中国的建设 会极名声 从罕见病到常见病 从有药可用到有药可选 新药越来越多 老药不断降价 我们看到 随着医保目录年年翻新 保障幅度越来越大 保障水平越来越高 患者负担越来越轻 这些变化都让人欣慰 就在3月1号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正式实施 而我国第8批 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工作 近日也启动了 我们期待随着医保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 用药贵 用药难的问题逐步化解 并有所医得到更好的保障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